你是不是喜欢把花剪下来插在花瓶里 或者送给你心爱的人 如果是的话 那你一定要认识一下卡特琳娜月季这个品种 它是一种来自荷兰的切花月季 它的花色像太阳一样明亮 它的花形像包子一样 圆润它的花香像蜂蜜一样甜美 它的花朵可以在水中保持很久不枯萎 是切花和插花的最佳选择 卡特琳娜月季有哪些优点 开花多卡特琳娜月季是一种不怕开花的品种 它可以在春夏秋三个季节不停地开出黄色的小包子 它的植株不高 大约80至100厘米 但是开花非常多 可以让你随时剪下来做切花或者插花 好看每卡特琳娜月季的花色 花形都非常漂亮 它的花朵像一个小包子 初开始是淡黄色 后期会变成焦糖色或者杏色 它的花朵有五角星形的花心 非常可爱 无论是初开还是全开 它的观赏效果都非常好 耐叉酒卡特琳娜月季是一种切花之王 它的耐叉性非常强 可以在水中保持很长时间不粘尾 它的花朵也不容易掉落或者变色 可以作为插花或者鲜花礼品 香气甜卡特琳娜月季有一种中等强度的香味 可以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 它的香气也不会太浓烈或者刺鼻 适合放在家里或者办公室 卡特琳娜月季有哪些缺点? 抗病弱 卡特琳娜月季的抗病性相对较弱 比较容易感染黑斑病 黑斑病是一种常见的真菌性病害 会导致叶片出现黑色斑点 并且脱落 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影响植株的生长和开花 养护男卡特琳娜月季 需要注意浇水不要过湿 以免引发黑斑病或者根部腐烂 另外 它需要在通风良好阳光充足的环境下种植 以保证植株的健康和美观 还需要定期适用氮肥 以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和开花质量 卡特琳娜月季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切花月季品种 它的花色、花形、香气和耐差性都非常出色 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视觉和嗅觉享受 它的缺点是抗病性较弱 需要注意养护管理 以防止黑斑病的发生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切花的绿植爱好者 那么卡特琳娜月季一定是你不可错过的选择